第三十九回 长子西征 一个精力过剩的小男孩 他要是没点事情做 就总得给你闯祸 蒙古就像是这样一个小男孩 要是不打仗 蒙古人就会生事 对纵国的战争一停下来 蒙古立刻就陷入到内部斗争中 窝口台现在肯定是佩服极了老爸 为什么成吉思汗一生蒸发不断 以至于最后把自己类似在路上 窝口台现在全明白了 不是老爸经历过剩 是什么 是停不了 战争是维持蒙古统一的唯一方法 这条统一之路 一旦走上来 就是永远的战争 停不了 停止对外战争 就将意味着蒙古分裂 而如今 积怨这么多的蒙古 要是真的分裂了 削弱了 天下虽大 恐怕也没有蒙古人的容身之地 这就是蒙古的现实 长子西征这背后 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 是不得不进行的 什么叫长子西征呢 长子西征这个故事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 因为我们小时候那时候院子里有个从蒙古插队回来的知青 闲着没事就整天给我们讲这些故事 后来后来这个人参加了高考考进了师范大学历史系 毕业后就留校了 拔都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最爱听的 而长子西征是拔都的人生顶点 沃普台在1235年和1236年之间 听取了二哥查克台的建议进行西征 西征的命令说 所有的蒙古王蒙古纳言都必须派出军队参加西征 而且没有特殊情况下是要派长子长孙带队 皇帝沃普台自己做出了表率 派出自己的老大贵游出征 皇家老大朱赤家是拔都出征 拔都虽然是老二 拔都不是老大 拔都是老二 但此时拔都现在是朱赤领地的韩 虽然不是老大 但干着老大的活 沃普台后来任命拔都为朱王之王 西征的总指挥 皇家老二呢 老二就是查贺台 查贺台的长子死了 是吧 查贺台派出的是老六 老六参加的西征 老四托雷家呢 派出的也是长子 派出的是长子猛哥出征 1236年 15万大军在朱王之王拔都的带领下 长子们带领着自己的部众 跟随着离开蒙古 开始第二次西征 长子西征这个事有什么问题吗 有 这个时候就在1236年的时候 实际上沃普台的位置已经很稳固 尤其是他与二哥查贺台结成同盟 你看下地图 你就知道 查贺台的领地 沃普台的领地 再加上蒙古的固有土地 这几乎就是蒙古的全部 剩下的那都叫边缘 除了这片土地以外 在西边是朱氏的韩国 在东边有一小块 木华梨的王国 北部是北道朱王 是东道朱王 是吧 托雷在东边 但是托雷现在土地 还都在汉人手里 沃普台现在根本就不担心 有人造反 否则 否则沃普台也不会把这样一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巴都 为什么强调这个事呢 因为有一种说法是长子西征啊 是一个阴谋 因为这次西征中包括了几个 据说是沃普台主要的反对派 第一个沃普台的反对派 据说就是巴都 他老爸是朱翅 是吧 这曾经是皇帝的候选人 起码自认为是候选人 这让巴都去远征 你说是不是有阴谋啊 第二个长子就是沃普台的长子 贵游 作为皇帝的嫡长子 按咱们汉家的习惯 这是太子爷 但沃普台不是这么认为的 贵游不是沃普台喜欢的那个儿子 但贵游不服 贵游有什么资本和老爸叫板呢 爸爸不喜欢 可妈妈喜欢 贵游的母亲妈妈 就是沃普台的皇后 沃普台这一派人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的蒙古军队 就是掌握在贵游的妈妈的父亲手里 老丈人和大舅哥掌握着当时沃普台韩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这个皇帝和皇后是盟国的关系 很难让人相信吧 老二 查核台 老三 老二 查核台提出的这个长子西征 这不是冲着贵游去的 第三个长子就是拖雷的长子 蒙哥 拖雷的事情我们讲过了 是吧 他的儿子就透着那么英雄 就那么冤屈 你说 现在让蒙哥去远征 这里边没有阴谋吗 这个事情真的是说不清的 说没有阴谋的人说什么呢 说说窝火台不必如此 他已经赢了 他犯不上 说有阴谋的人怎么说呢 如果我再告诉你 这次长子西中中 就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个长子中 以后有两个蒙古皇帝 窝火台死后 贵游篡夺了皇帝的位子 而推翻贵游的就是拔都 拔都自己没有做皇帝 而是让蒙哥做了皇帝 你说窝火台现在要把这几个孩子支走 让他们走得远远的 恨不得走到天边去 是不是很有远见 这没有阴谋吗 有没有阴谋 这个只有查赫台和窝火台 这哥俩他们心里清楚 蒙古在成吉思汗死后 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人当家 甚至很多人都说 蒙古当时其实是查赫台 幕后操纵 我是觉得阴谋啊 这应该是有的 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是用汉人的眼光去看蒙古的这些事 所以越看问题越多 实际上窝火台的长子西征啊 在蒙古人心中 它是个什么事情呢 是这么个事 长子去打仗 这是蒙古的习俗 你看第一次西征 实际上也是长子西征 就是成吉思汗灭花拉子摩那一回 也是长子西征 对吧 朱翅是主力 关键时刻就得朱翅挺身而出 为什么 你是长子 你必须去挑重担 最后呢 最后战死的是查赫台的那个儿子 也是老大 老大在家里就是去打仗的那个人 这是蒙古的习俗 蒙古人是疼小的 老儿子 最小的那个儿子是将来继承家产的 长子 长子们就是要离开家去外面开创事业 所以长子们命苦啊 他们一生注定坎坷 而分到的家产 是朱子中最少的 窝阔台下达的长子西征的命令 确实不一般 但蒙古人听到的全是恩惠 不像我们汉人听的全是阴谋 蒙古人是怎么理解长子西征的意义呢 实际上长子西征的意思就是 这次西征是一次殖民战争 皇帝现在要补偿长子们 你们辛苦了 这次西征是皇帝赏赐长子们的一次机会 长子们去了 立功就会有封地 以后就在西方生活 不回来 窝阔台是给这些 从十三四岁就开始不停的征战的孩子们 一个机会 以英雄的身份留在西方 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 成为自己土地上的国王 长子们不觉得这是一次党同伐异 长子们觉得这是皇帝的一次恩惠 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蒙古人不怕战争 但心里是不是渴望和平 是不是希望安宁 那就是另一回事 窝阔台的长子西征 不但点燃了长子们的激情 同时也是他们无法拒绝的命令 蒙古也有蒙古文化 哪怕这是一次党同伐异 窝阔台现在也是站在蒙古文化的制高点 下达了长子西征的命令 一场席卷西方的浩劫 就此开始 西方人对东方人的仇恨与恐惧 基本上都来自这次长子西征 因为耶律储才没有参加这次西征 我们就不把这次西征作为重点 实际上这次战争非常复杂 蒙古进攻西方 正赶上西方内乱最激烈的事情 所以整个西方没有形成统一的抵抗蒙古的战线 虽然据说西方人结成了四十万联军 但这四十万联军竟然在拔都带领的四万蒙古军面前 最后是全军覆没 大家都是眼看着蒙古军击败自己原来的敌人 然后出现在自己城下 一个一个帝国被蒙古人摧毁 一座一座城市在孤零零的燃烧 整个西方文明几乎都被摧毁 西方的人口在蒙古进攻期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蒙古那个时候真是不得了 蒙古那个时候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尤其是军事技术 蒙古人的长弓可以射穿三百米以外 西方士兵的盔甲 这几乎就相当于近代的步枪 抗战时期 中国军队的步枪就只有三百米的射程 与蒙古人的弓相比 西方人手中的弓箭就是玩具级 西方人精确射击 要等到蒙古人走到八十米左右 才能发挥作用 在冲锋中这就意味着 蒙古骑兵冲锋的时候 西方人只有两次射箭的机会 而蒙古人在西方步兵冲到跟前的时候 可以连续射击十次以上 对攻战现在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 在身材矮小的蒙古人的弓箭面前 高大的更强壮的西方人是成片的倒下 最终幸存下来的人都躲在盾牌的后面 瑟瑟发抖 除了弓箭 蒙古长子西征时期开始大量的使用火炮 蒙古的火炮结合了当时 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铸铁技术 口径是越来越大 和重量越来越轻 重量的减轻使得火炮开始成为一种野战兵器 可以用车拉着跟着部队移动 更关键的是蒙古人现在掌握了金国的炸药技术 火药的威力成倍的提高 铸铁术和炸药技术的结合 蒙古人的火炮开始成为一种可以随军作战 完全在敌人的抛石车射程以外的攻城力气 这样的武器可以给敌人巨大的心理压地 在你打不着他的地方 他却可以慢悠悠的一炮一炮 直到轰塌你的城墙 而你呢 除了看着一点办法都没有 蒙古人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围住一座城市 然后呢 然后等待敌人来增援 在旷野中用弓箭消灭来增援的敌人 然后然后用火炮轰塌敌人的城墙 驱赶着从各地俘虏来的奴隶 从缺口踩着自己人的尸体攻入城市 为蒙古人打开城门 随后蒙古人蜂拥而入开始屠城 蒙古甚至制定了世界上第一步战争法 凡是向蒙古人射箭的扔石头的城市 都犯有战争罪 战后一定会被屠城 西方人最终被蒙古人击败了 他们从精神上被摧毁了 国王们选择了臣服 甚至于他们是这样安慰自己 西方的历史把蒙古人的侵略 说成是上帝的惩罚 蒙古人侵略我们 那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不纯净 所以上帝要惩罚我们 蒙古人被称为上帝之鞭 蒙古人打我们那是活该 我们应该的 因为我们自己有罪 在遇到这种你无力对抗的灾难的时候 宗教是你唯一能依靠的精神之主 它可以让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心安理得地忍受一切 活下来 在大灾难面前活下来 这就是一切 特别应该知道的是 这一次牺牲 蒙古人的长子牺牲 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在打仗 是吧 你要知道 这两个充满矛盾的民族 他们最初的仇恨就来自蒙古 就是这回长子牺牲 造成了这两个民族的世代仇恨 最初的俄罗斯民族的中心在乌克兰 基辅这个现在的乌克兰首都 曾经是俄罗斯民族的发源地 就是这次长子牺牲中 爆发了基辅大战 最终基辅被蒙古人攻克 俄罗斯贵独遭到屠杀 只有现在在莫斯科的这个贵族 选择了投降 他们投降了蒙古人 并被蒙古人任命为税务官 蒙古人就是按照耶利储才 管理汉人的方法 在西方管理西方人 俄罗斯贵族这种投降敌人的做法 引起了以后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人的民族矛盾 俄罗斯人现在以正统自据 是吧 我们是唯一的正统 我们幸存 而乌克兰人呢 乌克兰人说你别臭不要脸了 你们是投降的人 而且你们曾经代表外族来欺压自己人 我们我们虽然失败了 但我们没有停止战斗 你凭什么代表我们 你们被永远的开除了 谁是俄罗斯文化的根 这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 以及俄罗斯和欧洲人之间永远的矛盾 这导致了以后一系列的矛盾 俄罗斯就很难融入欧洲 因为欧洲人认为你是亚洲人 从蒙古人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代表亚洲人 而乌克兰呢 乌人们认为这是欧洲人 至少啊 他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在战斗 乌克兰现在希望加入欧盟 是吧 渴望成为欧洲人 其实从一开始他们就是 而连接着中国和俄罗斯的这条纽带 最早的就是蒙古 从蒙古人这里说 我们和俄罗斯人都是亚洲人 好了 这一回咱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回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